多元小天才的內容 都有很多關於創意 今天是講一下創意自由行 旅行是提升創意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透過親身的接觸 我們可以獲得第一手的資料 真實的經驗 是不能夠取代的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但是香港人喜歡旅遊和旅行 旅遊的價值是不同的 旅遊是參加旅行團 以吃喝玩樂為主 旅行團的行程通常都是千篇一律 匆匆忙忙 團又去了景點之後 稍作停留 拍幾張照片 打卡 表示去過地方就算數 根本沒有時間去細看細想 亦不能深入了解當地人的生活 長途拔洩地前往 但是浪費了擴闊見識的機會 實在是很可惜的 因為我們不能夠被動地接受這些事物 而是需要一個深刻的體會 旅行和旅遊不同 旅遊主要目的是觀光購物 是物質為主的 旅行的目的是體驗生活 了解各地的文化特色 是精神性的 自由行形式的旅行 首先要自己搜集資料 這些要設計路線 自己定一些感興趣的地方 這些不一定是我們常去的城市 而是自由自在地去探索這個地區 所以是有一些意外的收穫 旅行當中當然會有新的體會 很容易獲得一些新的靈感 旅行過後 腦袋都可能活潑起來 因為有些新的輸入和衝擊 對於開啟我們的創意 是很有幫助的 記住要多去旅行 少些去旅遊